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事迷失就会酒吧喝酒泡米纸 每天都顺路载着单纯哥一起去上学 这天这一哥想带单纯哥见在市面 于是就去增加了一个机会 朋友小黑发现了一个黑洞 这一哥想都没想就带他们挑起了那个黑洞 移进去可让他们高兴坏了 原来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宝石 接着宝石一边射 单纯哥他们就晕了过去 三人醒来后回家去发现自己身上获得了超人力 能控制的小玩具 一次三人围着高兴的玩了起来 慢慢的他们对超能力越来越熟悉 超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 随后他们就要超市去玩各自二这句 吓得很多随碍者都有了心理阴影 另一边的小黑去在停车场玩起了汽车 路的车主差点找不到车 三人玩到快天黑才能开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 后面是跟着一辆好车 向他们吊信狂暗喇叭 没想到单纯哥引动私下 就把好车推进了沟里 这个激动吓坏了这一哥 一次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规矩 就是不能用超能力伤害人 随后的时间里 超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超能能随意飞到天上 他们不断发解自己超能力 为了使单纯哥不再慈悲 这一哥提议 让他用超能力在学校环卫上别有魔术 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吸引了一大波迷妹 其中就有一个红霸姐跟单纯哥干脱了演 但他们还没来企业会 刚说了两句话 就给红霸姐甩了 这让单纯哥很愤怒 回到家后 为了发泄 直接弄死了一个无辜的蜘蛛 后来父亲跟单纯哥谈话 因为没钱给母亲买药 就准备救单纯哥一顿来发泄 单纯哥此时也忍无可忍 直接使用了超能力反击 单纯哥想到自己没了女朋友 还要挨揍 就飞到天上对着昌天抱怨 幸福的人到处有 为何不能算我一个 而此时小黑及时感到 安慰单纯哥说 其实单身挺好 没想到 却冒发了雷神 一个雷下来 小黑就牺牲了 在母眼里 是一个质问小黑的死因 单纯哥不敢回答 就飞到天上 等着一个走后 单纯哥就到小黑的幕前 承认错误 哭了起来 经历这种挫折后 单纯哥的超能力已经有无可存心 稍微发力 就能把一辆汽车废掉 于是单纯哥开始膨胀 直接回到学校 早以前进入过自己的那些人进行报仇 稍一挥手 就把对方的牙拔了下来 回到家后 单纯哥不忍心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 就想到药店买药 也想到一朗药要七百美元 单纯哥身无分文 只能到路上开始抢劫 到了晚上 就到加油站 接着抢 但不料加油站的老板 根本无所畏惧 直接扛几枪向单纯哥开箱 单纯哥反击后 不小心点燃了机油 当场就被炸淹过去 随后被送进了医院 没多久 父亲又来到医院 一坐下就开始指责单纯哥 对单纯哥怒吼 说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而发生的这一切 父亲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单纯哥 单纯哥无法接受父亲的指责 在市场修成路 直接把医院给炸了 还把自己的父亲走高楼下 幸亏这一哥几次赶到 把他接住 这时单纯哥已经走火幽魔 人显得用超人力伤害路人 这一个为了救人 直接跟单纯哥打了起来 层面很激烈 后来其他赶到 看到脸人都像危险人物 不话不说 就找这一个开了一枪 一旁的单纯哥再次暴走 以下时就收拾了警察 这一个看单纯哥再次暴走 结析很痛 又最后一时力气 用一根铁柱就吃香单纯哥 直接用单纯哥给他喝饭 之后这一个就爬到了我国际上 过上了影视完美的日子 看完这部电影 感觉用超人力就无声不能 假如你哪天有过的这种超人力 你会怎么利用它呢 好了 今天的阿哥哥电影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击关注